我們看這題目 首先我們看第一小題 求sin18度至值 那麼這裡有提示 我們可以假設θ是等於18度 則5θ就是5乘以18度 我們會得到這是90度 那麼5θ我們寫成是2θ加3θ 所以3θ移向過去 我們得到2θ是等於90度減3θ 那這裡提示是說兩邊曲陣旋 再畫成sinθ的2次方程式 來求sinθ 那我們寫一下 這θ是等於18度 所以我們得知5θ是等於90度 那麼這裡留2θ 那3θ移向過去 這是90度減3θ 那麼兩邊曲正弦 這是sin2θ 那麼這等於sin的90度減3θ 那麼這會等於cos3θ 我們得到4乘以cos3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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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麼兩邊我們同除以cos3θ 先將它變成是 這2乘以sinθ 這等於這4乘以cos3θ的平方 然後減3 這時候我們利用平方關係 cos3θ的平方呢寫成是1-sin3θ平方 好那我們寫一下 2乘以sinθ 是等於4乘以1-sinθ的平方 那麼再減3 所以呢我們乘開來 2乘以sinθ 是等於4 然後減4乘以sinθ的平方 然後再減3 所以呢我們將等號的右邊 整個移向過去 那麼我們會得到 就是4乘以sinθ的平方 然後加2乘以sinθ 那移向過來這裡是-1 這等於0 因此我們得知 這sinθ 好這等於 這是2a 就是8 分之-b 加減 根號 這是b平方-4ac 那b平方這2的平方是4 那減掉4乘以4乘以-1 變成是加16 所以4加16 根號裡面呢是20 那麼20呢是2-5 那分子分母再同除以2 我們可以得到 這是等於 這是4分之-1 加減 根號5 但是因為 這θ是等於18度 那麼sinθ是大於0的 所以在這裡呢 我們是要取 這加號 所以呢 這裡我們寫這負不和 那麼 即 這sinθ 這值 這等於 這是4分之-1 加 根號5 那我們寫成是 根號5-1 我們得到這個答案 接著我們看第二小題 那麼我們先清除一下畫面 第二小題 利用第一小題的結果 求正五邊形 ABCDE的邊長 這AB線段 與對角線長 AD線段的比值 這AD線段長 分之 AB線段長 那麼首先我們看這個圖 正五邊形呢 每個內角度數是108度 所以在這裡呢 我們可以看出 角1 這是108度 那麼三角形 AD1 這是等腰三角形 所以呢 這兩底角是相等的 那這裡是108度 所以這兩底角的和是72度 因此呢 我們知道這個角的度數 這是36度 那麼這個角 是108度 因為這也是正五邊形的內角 那扣掉這36度 我們就可以算出 這個角度呢 是72度 那這時候 這AD線段長 是等於BD線段長 所以這也是等腰三角形 所以這裡是72度 這裡也是72度 那180度 那180度 減掉72度 再減掉72度 我們就可以算出 這頂角呢 是36度 所以我們先算出 這角 ADB 是36度 那我們清除一下畫面 在這裡呢 我們去 做 這垂線 過低一點 做一個垂線 做一個垂線過來 那麼 假設呢 交AB線段 與P點 那這是直角 那麼因為這是等腰三角形 我們剛剛有說明 所以我們做垂線過去的話呢 這兩個角相等 那這個角度 就是36度的一半 所以這是18度 那這時候 BP線段呢 這會是 AB線段的中垂線 所以呢 這一個 AP線段長 是等於 這 BP線段長的 所以呢 在這裡我們看到 這時候 以 這AD線段 這當作斜邊 那AP線段是18度的對邊 所以呢 我們Sine 18度 這是等於 這是 AD線段長 分支 AP線段長 那麼我們剛剛已經算出 這是等於 這是 4分支 根號5 減1 那麼 因為 AP線段長呢 是 AB線段長的一半 所以我們由這式子 得知 這 AD線段長 分支 這是 2分之1的 AB線段長 這是等於 4分支 根號5 減1 所以我們要求得 這個結果 那麼等號兩邊同乘以2 那麼我們就算出 這 AD線段長 分支 AB線段長 是等於 這是 2分之 根號5 減1 這個答案